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黄永昌老师 今天要和你们讲这个 画这个花 这个是一个 田野的鲜花 它有几种花 玫瑰花和香味葵 还有其他花 我们首先 要用铅笔起稿 铅笔起稿的时候 要预测它的位置 但是不要全部 花都画 因为画了那么多铅笔稿 的话会混乱 我们画三朵 四朵花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画 这个铅笔起稿稿之后 就画其中 之一朵花 这个是玫瑰花 这个花呢 我们先打个底色 然后这个花深色的地方 可以加点蓝的颜色 或者是纸的颜色 就先一层一层的画 这个叫做干画法 那么花呢 不要画得太多 只有一个两个 然后画了一组之后 再加上其他的花 不要画得太多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 第一个玫瑰花画好之后 再画第二朵 第二朵是小一点的 这一朵玫瑰花呢 在后面 所以它的颜色比较深一点 这个前面的花呢 色彩比较丰富 浅的地方是 桃红色 桃红色 用一个花 一个花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去画 用很大的颜色去画 然后用点清水把它画开 这样它有很浅的颜色 很透明 那么这个是第一层颜色 第二层第三层 我们还会再继续加上去 那么我们画了这个玫瑰花之后 它干透 然后我们可以画其他的 这个是向日葵 向日葵怎么画呢 可以把它分为前后左右 先画一部分 一部分就是一个组合 几片的花 可以先画 然后打一个底色 那它有 左右 上下 三个方向 这三个方向的 这个花的 画范的方向都不同 它指向也不同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还要注意它的明暗变化 我们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那这个部分 可以画两三个画法 然后干了之后再画其他部分 那每画一个部分的时候都要有立体感 画了中间色之后 用点清水 拖开 再加一点 神色 差不多是每一笔都是这样画 生有钱 然后我们慢慢的一朵花 一朵花 那这个呢 还没有干的时候 我们要停一下 可以画其他部分 然后 在还没有干透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深的位置 神色的位置 让它有点 喧化 渐变的效果 那这个是比较 后面的花 比较深颜色 它不是 应该不是像日葵 它是其他的 瑞士香文葵一样的花 像菊花一样的花 那么 它的 人色是比较深一点 然后 我们还是把它分为前后左右 那整组花 整个 整组花的前后左右 前 左右 左和右是深一点 然后后呢 就更加深深了 就是在那个 间隔里面 加深一点 然后 这个花 我们 画的部分 等它干后 再画其他部分 有些要分隔来画 要等它隔开隔开画 那么 这几 这几组花 叫做前面的花 就是比较鲜明点 然后 现在我们又画 这个配花 它是像个果一样 一个圆 一个圆圈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画 四分之一的颜色 然后 用清水把它 画开一点点 整个果呢 它是很像是白的 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为什么 我们要先画这个呢 因为它在前面 我们画了这个部分 之后 干后之后 再画后面的花 那么我们可以预算到 这个位置 在什么地方 等它干后 我们就画它的后面的 一些 一些深颜色的花 那么这个配花呢 我们只要它在前面 我们可以先画它 先画前 后画后 然后 预算这个位置 就比较容易了 当我们 画好这个画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深的颜色 好 让它有点变化 然后 也可以画一些叶子 叶子呢 分前 后 前中后 前面的叶子画了先 然后 穿插在后面有一种 就是在这个前面的叶子 后面有一种 再后面还有一种 后面的东西可能是花 或者是叶子 深色一点的叶子 那么这个叶子画完之后 这个叫做第一层底色 然后 第二层再加前 叶麦 还有 还要再加了 这个前面的叶子 那我们 慢慢 一步一步的画 就是用干画的法去画 如果 旁边没有干 我们暂时不要画 暂时不要隔开来 那么它的边界是比较清楚 有些地方可以混在一起画 那么它的边界就模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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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画了第一组 这部分画之后 我们先画前面的画 这个前面的画还有很多细节慢慢画 那么这个叫刚画法 一部分画完之后再画一部分 要相当冷静 这个作业大约要画 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那么初学同学可以先画一些简单的 一两种画不要画太多 那么这个呢 慢慢加上去了 越加越多颜色 这个第二层的 这个前面那个圆 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就是在画背景 用背景的深色把它反插出来 那么它就会显示出来了 我们画这个背后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这个是刚画法 其他地方干了之后才可以画 当我们画绿色的时候 绿色叶子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这些绿色的叶子呢 不是纯绿色 它有一点黄的颜色 一点红的颜色 深的地方还可以加一点蓝的颜色 要丰富它的颜色 那么再深一点的绿色是什么话呢 要加点红或者是紫的颜色 把这个绿的颜色丰富 因为草绿呢 它是很多变化的 相反它没有纯绿色 如果是50%的黄 加50%的蓝的那种纯绿色 植物很少有这样的绿色 通常是草绿色 那我们一直画上去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这个花呢 每一朵花呢 都有变化 那么这个玫瑰花呢 它的阴影部分 阴影部分是什么颜色呢 是玫瑰红加颜色的颜色 是冷的颜色 那么它的花心的深的位置 是什么颜色呢 是重一点的红色 就没有冷色调 花心的位置是 花心的颜色和这个花的 旁边的颜色是不同的 这个阴影颜色是不同的 花旁边的阴影有点冷的色调 花心花中间的这个阴影有点暖的色调 这两个色调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再画绿色的一些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呢 本身要调到刚刚好的颜色 也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 我们现在用中间一点的绿色去画 然后有些地方深 有些地方浅不要太统一 慢慢画上去 那么浅的地方呢 我们配一点加点水 深的地方我们加点蓝的颜色 要小心要保留浅色的地方 那我们一直画上去 然后一个小部分 一个小部分去画了 现在这个阶段还是用干化法为主 干化到背景的时候才用实化法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画一些细节的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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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的穿茶部分 穿茶的地方就是说花旁边的一些阴影的部分 要加重一些 花旁边有叶 叶旁边 叶的后面有些阴影的 深的花和深色的叶 那么这些颜色呢 要透明是要透明 要透明不论它怎么生的颜色都要透明 不要困浊 不要浓 就是什么 所以玉的颜色啊 不要用玉的颜色 要尽量是要有新线 要是要人民币 那这个花呢 那这个花呢 它像像竿魁但是它不是像竿魁 它有点像菊花那样子 所以它的颜色比较红一点 它本身的颜色就比较红一些 然后我们慢慢地加上去 你看每一笔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不同 我画的时候你看清楚 我很多浅的颜色的地方 我没有去画 等它干透之后再画 我们现在画的是中间色 和深一点的颜色 浅的颜色相反 我们留着迟一点再画 这个花有穿插的地方 例如是浅和厚 这种穿插和前后关系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整张画是很有美感的 这一点要特别灵意了 我们画花的时候 深和浅要互相配合 如果有深的颜色 那么这个浅的颜色就会浮现出来 就会反差出来 现在我们画这个浅色的玫瑰化部分 浅色的玫瑰化部分呢 就是用桃红色 这个颜色呢 这个颜色呢是 英文叫做opla 割巨红 这个红色非常鲜明的桃红 平时画其他的画可能不大适合 但是画花就很适合 很多画是用很鲜明的桃红色去画 那画花要用很鲜色的颜色去画 我们除了标准的18种颜色之外 还可以再加一些独立的颜色 独立的颜色 那么如果是报读我们的水彩画班 我会慢慢地详细介绍 需要买什么颜色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方向 已经差不多画出来了 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几个主要的花 已经画了一个底色 第一层底色 有些部分画了第二层 现在我们要画背景 背景怎么画呢 先用一个刷子 把部分部分部分画 不是全部画 为什么不要全部呢 因为你全部画的时候 你还赶不及画完它 它就已经干了 我们先画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先用一些底色打上去 然后再加一些 后面的一些草 和绿色的一些植物 那么让它鲜化 这个后面的花草要鲜化 鲜化之后 再加深一点的颜色 一部分一部分加上去 那要特别小心 不要特别小心 不要一下子就画得太深 也是要大一些 要自然的鲜化 那这个背景呢 先用大的刷子 刷个底色 然后用小一点的笔 画一些边界的地方 要画准 然后在这个低层的后面 还有一些是蒙蓉的草 和花 那么蒙蓉的草和花 怎么画呢 就是在它没有干透的时候 画上去 这样这个背景没有干透的时候 发上去它就会鲜化 有种鲜化的效果 那当画了第一部分之后 再画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把这个交接的地方 要小心的过渡 让它有一种火焰焰的效果 那么继续画了 画了这个背景之后 再回到主角那边慢慢修改 那么这张作品呢 就完成了 那么很欢迎大家来收看 我们的这个YouTube 请你们订阅我的YouTube 一有新的片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通知 还有请你们85读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在网上教学 有普通话国语 还有广东话香港版本 那么两种语言都可以帮到你们 希望你们报读和记忆 如果有兴趣可以查询 用我的这个音乐和电话查询 谢谢大家